放学回家的路上 几个小混混拦住了我 就在我要被欺负的时候 我被人救了 高大的男生一脸关切地询问我 有没有事 他看起来很好 如果我没有听到他心声的话 这就是你说的攻略游戏女主角吧 就这种小女生 随便骗骗就到手了 这五千万我拿定了 攻略游戏 听起来似乎很有意思的样子 让我想想 这场游戏该怎么玩呢 七彩发色的小混混走了 来得迅速 走得也飞快 一场精心准备的 只表演给我看的演出 就这么结束了 只剩下穿着和我同所学校校服的高大男生 他转过了身 神情关切 同学 你没事吧 我看了过去 他看起来似乎还不错 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 李锐 一个烂人 他的嘴唇翻飞 说着关心的话语 可他的心声却不是这样 系统 这就是你说的攻略游戏女主角吧 就这种小女生 随便骗骗就到手了 这五千万我拿定了 一个烂人 加上诡异系统和所谓的游戏 真有意思 李锐在问系统攻略进度 我找了这么多人 来帮我演这么一出 进度怎么样了 系统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攻略进度百分之十 李锐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我也勾起了唇角 让我想想 这场游戏该怎么玩呢 李锐送我回了家 并以保护我和顺路为理由 和我约定了 以后一起上下学 我当然没有拒绝他 到家时 姑姑和表姐已经在了 餐桌上一片狼藉 可他们摊坐在沙发上 丝毫没有收拾的意思 我已经习惯了 他们这副模样 父母意外早亡 他们为了赔偿金和房产 收养了我 原本说好当做另一个女儿养 但事实上 在这家人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牟利的工具 和好用的保姆 姑姑看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 呦 大忙人回来了 晚回家了这么久 我们没那时间等你 已经吃完饭了 桌上剩下的你 随便吃点 吃完了 把家里收拾一遍 我看了一眼餐桌 桌上根本没剩什么 只有缩完的骨头 和一碗放久了搜掉的粥 表姐看见我的脸色 故意说道 妈 你给她留什么饭啊 我可听我姐妹说了 林夏刚才是和一个男的 一起回来的 有人请她吃饭了 哪还看得上这些 姑姑邪腻我一眼 真的 我脸下眸底的神色 低声回答 路上遇到点麻烦 有人帮了我 可姑姑不听我的解释 脸上是明晃晃的厌恶 年纪轻轻 就会勾引男人了 和你那个妈一模一样 这时姑父从房间走了出来 下下 你这是有男朋友了 赶紧和那男的分了 你年纪小 没见识过社会的险恶 被人骗了 可就不好了 说话时 姑父的目光 一直定格在我身上 那股黏腻的 令我作呕的视线 从我脸上 脖子上 胸脯上滑过 她的喉结上下滚动 看得我胃里一阵翻涌 我忍不住想起了李瑞 她想靠着攻略我拿到五千万 这么大一笔钱 她想得到 总该付出点什么 第二天 李瑞早早就出现在了楼下 她带了包子豆浆 看见我就扬起笑容 将早餐塞进我手里 我接过后道了一声 谢谢 并狠给面子的 长了两点进度值 这时 姑姑他们从一边走过 姑父神色慧暗不明 姑姑骂了一句 骚货 表姐则凑到李瑞身边 挑拨离间 你是临下的男朋友吧 我这表妹啊 看起来清纯 实际上 私底下玩得可花了 我和她住一起 已经见过七八个不同的男人 送她回家了 李瑞并没有相信她 甚至还要教训她 不过我拦住了她 这些人就要没机会蹦跋了 我愿意再人几天 李瑞和我不是一个班级 但今天他跟着我到了我的教室 教室里 他一抹头发 对着所有人说 你们都听好了 下下是我的人 你们谁要是欺负了他 别怪我不客气 所有人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只有我适时的羞红了脸 李瑞这个人 烂得明显 蠢的也独特 不过蠢点也没什么不好的 蠢人才好拿捏 接下来的时间 我和李瑞的接触越来越多 尖子生和前途无量的混混 搅和在一起 学校里开始出现了留言 大多数人都在说我不自爱 堕落 我没有在意这些 照常和李瑞往来 攻略进度稳步提升 顺利的让李瑞难以置信 李瑞没觉得有什么 可系统却有些怀疑 我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知道 在我之前系统选中过许多被攻略者 他知道人性复杂 攻略进度有波动才是正常情况 可他抓不住我的尾巴 老师则骂我堕落 我会为李瑞据理力争 我已经和他约好了 我会帮他补习 以后上同一所大学 他现在改了 同学劝我离他远点 我会说 你怎么能说他是霸凌犯呢 就在不久前 他刚刚救过我 李瑞的狐朋狗友叫我大扫石 我都默认了 我真切的喜欢他 喜欢着那些他将带给我的东西 攻略进度到70%那天 我听见系统说 看样子 这次选中的被攻略对象是个恋爱脑 很快你就能攻略成功拿到5000万 我也能去做下一个任务了 李瑞狂喜着硬鹤 这段时间都快憋屈死我了 老子什么时候这么讨好过一个女的 等我拿到钱 我非得好好招待他 他们开心 我也高兴 这天晚上 李瑞再一次送我回家时 我主动拥抱了他 并在他耳边轻声说 周六我姑姑他们要去逛街 来我家吧 李瑞的身体僵硬了 他没有推开我 我们在楼下相拥 楼上辜负英智的视线 牢牢定在我们身上 这段时间 我和李瑞越来越亲密 他终于要忍不住了 周六那天 在确认好一切后 我在李瑞到达的五分钟前 抱着衣服进了浴室 洗脸时 透过镜子 我看见那扇老式磨砂玻璃门后 出现了一个隐隐绰绰的影子 他正在窥视我 我无视了他的举动 打开了花洒 就在我要踏进领域室的时候 那扇早就锁不上的门被打开 男性的身躯贴上我的后背 一只手捂上我的嘴 姑父的贴近我的侧脸 两片肥厚的嘴唇不断擦过我的脸 我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 死丫头 老子养了你这么久 花了老子这么多钱 我还没想用 你竟然敢去找男朋友 下下 就当是抱 嗯 你就答应了姑父吧 姑父答应你 以后零花钱翻倍 你姐有的你也都有 我当然不可能答应他 我在姑父手下不断挣扎 时间分秒流逝 姑父始终压制着我 我身上的伤痕也逐渐增加 等到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反手伸向姑父伸下 狠狠一握 姑父痛得大叫 同时松开了手 我找到机会 逃出浴室 奔向了大门口 可在我即将逃走时 姑父抓住了我 这时 李瑞也到了 半个小时前 我告诉他 地毯下藏着钥匙 现在 他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门 大门打开 他看见被拽住了头发的我 意图行凶的姑父 与此同时 我听见了他们兴奋的心声 宿主 好机会啊 攻略对象正在被侵害 你只要救下他 马上就能得到那五千万 李瑞几乎控住自己的表情 他强压着脸上的笑容 大喊了一声 吓吓 我来救你了 他和姑父缠斗到了一起 有着五千万这个萝卜 在他眼前吊着 李瑞下手狠狠 姑父逐渐落于下风 可就在李瑞要大获全胜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冷不丁响起 宿主 出问题了 攻略对象的好感度突然下降 只剩下15%了 李瑞愣住了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而姑父抓住了时机 他拿起一个酒瓶 敲在了李瑞的头上 看见他倒下去后 又从厨房拿了把刀捅了李瑞一刀 姑父转头向我走来 和他一起的 是有远及近的警笔声 还有听到动静找过来的邻居 邻居们制服了姑父 我也找到机会 去到了李瑞身边 李瑞被送去了医院 我和姑父则坐上警车 去了警察局 姑姑和表姐在之后也到了 他们一见到我 就高声喊着冤枉 警察同志 我丈夫这个人 谁不知道他老实 怎么可能会害他的侄女 还捅人刀子 这骚货周六约人上门 我丈夫绝对是发现 他想做坏事 阻止的时候和他们打起来了 我丈夫是正当防卫 对 就是正当防卫 我眼中含着一包泪缩 在警察姐姐怀里 姑姑 我没撒谎 我也没有想做坏事 我是想给李瑞补课 才叫他来的 姑姑怒声道 放你娘的狗屁 只是补课洗什么澡 我摇摇头 我没有要洗澡 我只是想去冲一下脚 姑姑眉毛一束 张口要反驳 警察叔叔见不了他这样子 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闭嘴 我是警察 你是警察 用得着你在这里断案 这件事人证物证都在 就是你丈夫犯法 姑姑耿着脖子喊 什么人证物证 我看就是他俩串通了 警察叔叔忍无可忍 拿出了视频 姑姑瞪大了眼睛 这哪里来的 死丫头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你设计好的 你故意勾引你姑父 让他犯错 我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我看到有人偷窥我 才拿手机拍的 姑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姑姑还要说 可警察却警告他 再闹我就要拘留你了 姑姑被震住了 捏如着说不出话 见他这模样 我忍不住轻轻勾了下唇角 姑姑 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出了这件事 家里回不去了 警察局一个姐姐 暂时收留了我 她帮我和学校请了假 告诉我想住几天住几天 我在他家安心住了下来 时不时看着手机里 传来的监控录像 姑姑家里 来了几个飙行大汉 姑姑正在好吃好喝的 伺候他们 这些人是李锐家里找来的 李锐是个烂人 他家也是个烂家庭 在老城区堪称一霸 没有人敢惹他们 但姑父惹了 裸着上身 闻着龙的中年男人在说话 你老子害了我儿子 我儿子心善见义勇为 但他老子不 你男人砸得他脑震荡 还捅穿了他一个腰子 我要的不多 就三百万 三百万这件事救了 姑姑哭丧着脸 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和我男人的工作都丢了 实在拿不出来 男人哼了一声 拿不出也得拿 卖房卖腰子不就行了 姑姑求他饶了他们家 却被男人一脚踹翻 这场面无比下饭 一顿饭吃完 了解的信息进来了 林夏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我告诉你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李锐家不是好惹的 你也逃不掉 我可听说了 他们家正在到处找你 听说你欠了他们很多钱啊 我轻笑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 李锐家不是好惹的 我早就给自己找好退路了 几天后 几段视频在网上疯传 那都是李锐霸凌他人的证据 甚至还涉及了一起命案 这些都是 我听到他的心声后 在他手机里找到的 刚出院的李锐 转眼就被请到了橘子里 几天前 人人夸他 现在 人人唾弃他 听说 我的遭遇 并赞叹我能拿到证据 送李锐进橘子 不仅资助了 我还帮我拿回了房子 和一部分赔偿款 最后一次见李锐 是在新闻上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声 再也不见 但对于系统 我很期待和你再一次相会 系统如我所料 和我再会 他物色了新的宿主来攻略我 只是这些人既无趣 又无法带给我一些 我想要的东西 他们没在我手里 讨到一点进度 后来系统消失了一段时间 直到我在咖啡店兼职时 见到了一个人 他在那喝咖啡 时不时打量我并做出点评 长得挺漂亮 身材也可以 够资格当我女朋友 不过系统 我攻略成功 你真的能让谢静跪舔我 我当然可以 我能进入你的脑海 和你绑定 还不被一气检查出来 当然也能篡改别人的认知 男生站了起来 那我就信你这一回 正好上一人刚分手 我也该续上了 他来到了我面前 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亮出了 微信添加好友的二维码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视线从他的手机划过 看向他的脸 我突然发现 我认识这张脸 有一期财经访谈 是本市老牌企业家的访谈 那里面有全家福 江石是他的儿子 不得不承认 我很满意 系统这次挑选的宿主 不过心动归心动 表面上我还是要装一下的 江石才是那个攻略者 他怎么能让我加他的微信呢 他求着加我才对 我拒绝了他 这位先生 你是什么意思 他愣了一下 他怎么回事 多少人想加我的好友加不到 他竟然拒绝 系统催促他 江石这才回答 加好友啊 这位先生 我不会随便加陌生人 江石的脸色沉了下去 系统在一边提醒他 江石 想想谢静 听见这话 江石这才不情不愿地说 加个好友吧 以后我来这里 可以提前点单 我狐疑地看着他 江石挠了挠头 其实是我觉得你很漂亮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追求你 这一次 我点头了 认识江石的这天 在咖啡店兼职了两个月的我 头一回没有骑共享单车回学校 江石开着他那拉风的百万豪车 把我送了回去 并绅士地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江石瞅眨了一下眼睛 又轻轻摇晃了一下手机 临下同学 以后常联系 宿舍楼下人来人往 许多人都在看着我们 就如江石所预料的那样 我在众人的视线里 微微红了脸 然后羞涩地回应 我会的 刚才的动静吸引了很多人 这里面也包括了我的室友 他们略带兴奋地 在寝室里聊着八卦 下下 你怎么会从江石的车里下来 他是学校里有名的花花公子 你们怎么会认识的 我回答道 我在咖啡店里兼职 他是来的客人 刚好是一个学校的 他就顺便把我送了回来 室友捧着脸 下下 你可真幸运 兼职也能遇到高富帅 还成功产生了交集 江石长的帅 对女朋友也大方 我听说他送人的礼物 从不拿回去 每个前女友在分手后 都会变成一个小富婆 下下 你要是和他在一起 可得狠狠攒一笔 我摇了摇头 我不会因为钱和人在一起 室友文言恨铁不成钢 你傻呀 和这种人在一起 不能谈感情 就得谈钱 下下 狗富贵物相忘啊 我答应了 但仍然重申了一遍 我不图钱 我图的是别的东西 一些能让我的未来之路 变得更平坦的东西 在离开和成功报复 那个令人做我的家庭后 只有关乎我的未来 才能让我对这场攻略游戏 再度提起兴趣 江石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作风和他的性格一样高调 他会送我鲜花礼物 会陪我上课 也会开着车送我去兼职 带我去兜风 他的追求 有时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坏处 江石有很多追求者 他们看不惯 我能站在江石身边 就会找我的麻烦 江石没有让我失望 他把这些人 这些是全摆平了 他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他喜欢的人 嗯 现阶段喜欢的人 认识江石的第三十天 他带着我去看江景 高楼大厦霓虹闪烁 灯光映射在江水上 让这片江水和白天一样 波光灵灵 行走间 我听见他和系统说话 这个林夏也没什么特别的吗 和我那些前女友一样 一点小钱 就会让他们对我死心塌地 哎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系统没有符合他的话 他警告他 林夏这人没有那么简单 你应该再上点心 我和你说过 上一个攻略失败的宿主 就是被林夏送进监狱的 对于系统对我的评价 我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他已经通过他的宿主 观察了我很久 如果还维持着 我是恋爱脑这个观点 那未免也太愚蠢了 不过一个小女生 能心机到哪里去 你放心 像他这样 从小缺爱的人 我只要施舍一点 爱一点钱 他就再也不能拒绝我 系统不满 江石 你应该演得再真实一点 江石并没有理会他 他只是带着我走了回去 拿出了车钥匙 你看好吧 江石对我说 下下 我为你准备了惊喜 我皱了下眉 哥石 今天出来看夜景 已经足够让我惊喜了 你给我的惊喜 已经足够多了 即使你在追求我 我也不希望你太破费 江石摸了一下我的长发 笑着说 这次的惊喜是不一样的 说话间 他打开了车子后备箱 灿烈的红玫瑰填满了后备箱 而被拢在中间的是 他准备的奢侈品礼物 他牵起了我的手 下下 当我的女朋友吧 路人看见这一幕 纷纷喊着答应他 那我能怎么办 当然是满足他们的愿望了 江石激动的将我抱了起来 同时 系统通知攻略进度 来到了85% 我听见江石得意的心声响起 系统 我是对的 江石不久就发现他错了 过于顺利的攻略 让他自信心爆棚 江石恢复了他的本性 对这个 我并不意外 他是个没什么耐心的大少爷 要知道他的女友都是越抛的 和我玩一个多月的纯爱 已经很给系统面子了 不过他到底记得攻略 泡八 赛车都带着我 酒吧里 他让我万众瞩目 赛车场里 他带着我拿到第一名 让我享受别人的羡慕的目光 他以为我会喜欢 会更加爱他 但我没有 大少爷高高在上惯了 他看不起我的出身 觉得我十分好打发 打算攻略完成 就把我抛开 他从没想过 把我带进他的社交圈里 我和他冷战了几天 江石的攻略进度 每天都在下降 换做别人 江石早就和他分手了 但我不是他们 我自有系统给我当说客 林夏 这段时间你到底怎么了 你为什么突然就不理我了 我瞥了他一眼 冷淡的回答 我只是突然发现 我们不是一路人 而且我很怀疑你根本就不爱我 江石急了 他为自己辩解 我怎么就不爱你了 我给你送礼物 带你去玩 都这样了 你还觉得我不爱你吗 江石 你知道我的家庭 知道我来到这座大城市 都付出了什么努力 你带我去酒吧 带我去赛车 根本就是在带我堕落 而且那些人 根本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江石 你用对待你那些 前女友的方式来对待我 既然注定会分手 我想我们继续在一起 只会浪费时间 江石在骂我 妈的 给他脸了 系统 我不攻略了 老子长这么大 除了谢靖 就没人敢给我这么大骑手 系统急了 江石 你没有拒绝攻略的权利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会给你惦记惩罚 有本事你就惦 一个破系统 也敢威胁我 系统说到做到 我看到江石的身体 像过电斑抖了起来 表情无比猙獰 最终 他垂下了高贵的头颅 下下 我们和好吧 江石把我带进了他 真正的社交圈里 他有一个朋友 刚好过生日 我是他的女伴 江石的好友 见到聚会上 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 都有些惊奇 我去 江石 你竟然带些人来聚会了 这是你第一个 带进咱们聚会里的女朋友吧 江石脸色难看 他的好友 却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小妹妹手段了得 也有大小姐们凑上来 他们拉着我和我说话 姐妹 加个好友呗 传授一下你的育男之道 江石这样的花花公子 都能被你征服 你也太强了 我微笑着 和每一个人添加的好友 交谈了一会儿后 我去了花园 花园的场椅上 正坐着一个人 那是谢靖 除我以外 另一个让江石吃别的人 这段时间 我已经知道了 谢靖是什么人 她是我的同专业学姐 和江石一个大院长大 从小就是江石的对照组 而江石这个人 大概是有点见骨头在身上 她找不到地方 比过谢靖 就想靠爱情 把她拉下来 然后显而易见的 江石失败了 我在她身边坐下 谢靖看着我 开口说 林夏 我认识你 一年多以前 我在新闻上见过你 你内心强大 也很努力地 在改变自己的命运 林夏 你不应该和江石混在一起 她的社交圈乌烟瘴气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我转头看向她 轻笑着说 可机会对我是稍纵即逝的东西 江石是我的机会 谢靖的眉毛皱了起来 我在她不赞同的目光里 再次开口 你也是我的机会 江石的社交圈乌烟瘴气 但谢靖的可不是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从一开始 我就是想通过江石 进入谢靖的群 我和谢靖成了朋友 也成功进入了她的社交圈 对于这件事 江石表现得很生气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怎么能和谢靖他们玩到一起 难道你不知道 我和谢靖关系很差吗 我看着她 语气淡淡 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起 优秀的人 总是会互相吸引的 江石的脸扭曲了一下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她气急败坏 我却只是轻声提醒她 你应该知道 我是你的女朋友 不是你的奴隶 江石无法反驳 臭着脸走了 我看着她离开的对影 冷笑了一声 作为攻略者 江石和李瑞一样 只能遵循我制定的规则 自从和谢靖搭上线 江石的攻略进度 就停滞在了那里 这一停就是两年 过长的时间 让她失去耐心 背着我又开始了 花花公子生活 但因为系统的存在 我始终占据着 她最爱女人的地位 而我 一边扮演着江石的女朋友 一边加入了谢靖的工作室 和他们一起创业 谢靖知道 江石私底做的事 忍不住提醒我 下下 江石私底下完了那么花 你为什么还不和她分手 我回答道 还不到时候 我现在没有精力 去应付新的攻略者 还不如继续留在江石身边 而且说实话 江石被电击的样子 真的很有趣 我想继续看江石被电击 但几天后 有个人改变了我的想法 周六这天 我应约去了一家私房菜馆 到的时候 包厢里已经有人在了 是一个贵妇人 她是江石的母亲 江石妈妈开门见山 直接将一张800万的支票 推到我面前 临下同学 拿上这笔钱 离开我儿子 心绪翻滚 一瞬间 我就理解了她的意图 江石出身富贵 她的父母和她一样 习惯了服饰看人 他们拒绝我这样出身的人 进入他们的家庭 他们要的是门当户对 她接着说 小姑娘 你聪明也有手段 但我必须提醒你 我们江家 只要门当户对的儿媳妇 如果你拒绝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 我没有说话 她的脸色逐渐变得不耐烦 你嫌少 我开口了 我把支票推了回去 阿姨 你要知道 我还是个学生 我还要念书的 拿到钱 我也不会离开这里 你儿子还是能找我 换样东西吧 能让我离开这里的东西 贵妇人皱起了眉 你要什么 我微笑着回答 一封推荐信 一封能让我去顶尖学府的推荐信 僵尸母亲看我的眼神 带上深意 过了一会儿 她答应了下来 甚至她还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我 林下 学业结束后 可以给僵尸投一份简历 我很期待你的加入 我收下了 这一刻 僵尸的攻略进度 彻底清零 我顺利的到国外留学 一边在国外进行学业 一边扩展人脉 国内那边也没落下 甚至我还帮谢静牵线 给工作室介绍了几个不错的单子 我在国外待了三年 在这期间 系统一直没有出现 我并不认为她放弃了 我想她应该是频繁更换宿主 能量损失过多 她只是暂时折服了起来 她一定会再次出现 她的先生可是说了 她能耗费能量 更换宿主 但被攻略者 她是无法更换的 我是由她上级指定的任务对象 而她无法反抗她的上级 而就如我所预料的 我回国后 不久就和系统重逢了 带我去谈项目 这位上司在公司是有老人了 一个位置坐了好几年 最看不惯晋升快的年轻人 为了出口酸气 她带我去见的客户公司 是工人最难产的 那个中年男性客户 看着我不怀好意的笑 小林啊 我们公司呢 不缺合作方 你想要拿下项目 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啊 上司也说 林夏 我是联系人才 才亲自带你来谈项目的 你不要不识好歹 快去陪客户喝一杯 我冷眼看着这些人 正准备发飙 包厢门却被人推开了 西装男人站在门口 他脸色很冷 说话也像是带着冰茶子 李主管 你谈项目的方式 就是让女员工来陪酒吗 我一眼就认出了来人 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陆琛 听见他开口 李主管瞬间变了脸色 陆总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陆琛不听他的解释 他先是对着我道 你先出去 紧跟着又对主管说 至于你 我会让人重新评估你的工作能力 主管脸色煞白 拼命解释 可陆琛说完就走了 而就在他转身的下一秒 我听见了久违的系统音 不是 你怎么就走了 多好的机会啊 你现在应该送他回家 进一步攻略他呀 我心头一跳 按到了一声 终于来了 然后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 听他们对话 陆琛心生冷漠 你无权指挥我怎么做 我调查过林夏 也听你说过他 如果他真的足够聪明 他会主动来爱我 这是攻略 你让他来爱你算什么攻略呀 陆琛冷哼了一声 我怎么做 不用你管 你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如果攻略进度提升 而你却做不到逐步治疗我的身体 我就会终止合作 你知道的 我做不到把你踢除出去 但特管局可以 特管局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我忍不住挑起眉毛 只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果然啊 人还是要往高处走 往高处走了 来的攻略者都不一样了 能获取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了 作为攻略者 陆琛执行任务的能力很出色 几天后 李主管被降职 而我被调去了总裁办 成了陆琛的直属下属 同事们纷纷恭贺我再次升职 说我一定是被陆琛看中 让我一定发挥出我的全部实力 可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机会发挥实力 我是总裁办最闲的一个 他只是带我参加酒会 带我去拍卖会看他豪制千金 他向我展示着上流社会的浮华与绚烂 他在吸引我主动靠近他 我确实被吸引了 我是个贪心的人 任由欲望促使我向前 可陆琛攻略我的方式我并不喜欢 在主动靠近他之前 我需要提醒他换个方式来攻略我 又一次陪他参加完酒会以后 在回城的路上我对陆琛说 陆总有件事我希望您能答应我 今天之后麻烦您将我调回原职吧 陆琛偏过头看向我 他的眉毛皱起 脸上戴上了不解之色 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抛了个问题回去 陆总你把我调去总裁办 却不给我安排工作 只是带我参加酒会拍卖会 而据我所知 你去任何场合都没有带女伴的习惯 你花这么多心思 想让我主动接近你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金丝雀 还是情人呢 他没有反驳我 只是带着一丝欣慰的问我 这样不好吗 我回答 当然不好 你向我展示的一切 确实很吸引我 但我不想当你的情人 当个手心向上的人 等待你的垂帘 你爱我还好 要是你不爱我了呢 陆总 做你的情人会让我忘记野心 失去自尊 我毫不犹豫拒绝了他 可他并没有生气 有系统在 他知道我没有在说假话 陆琛反问我 如果我说我不要你做我的情人 而是要你做我的伴侣 你也要拒绝吗 一个出乎我意料的问题 不过并不难回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再回 答之前 我会等着你的行动 看你会不会让我心动 他没有说话 有些沉默 可他的心声在和系统交流 我的判断失误了 他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 陆琛没有安排我调职 我依然在总裁办 不过我忙碌了起来 每天都有许多待处理事项 但我和陆琛的交际 并没有因为工作内容的改变而变少 他换了个方式 他知道了我的野心 知道了我往上走的欲望 他开始教给我一些商业上的东西 陆琛从小就学习 他父辈的商业手段 后来又在商场上混了许多年 他教我的 和在学校里教授教我的 很不一样 只是一点指点 就让我受益许多 我们上下级关系里 掺杂了一点师生关系 我对此适应良好 从没问过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陆琛明显想知道我的反应 这天会报完工作后 他问我 林夏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要教你这些东西吗 我非常配合地 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教呢 我毫不走心的话 让陆琛有些无语 不过他还是配合达到 林夏 我在帮助你 实现你的野心 我看向他 视线直直和他的撞在一起 我听见他问我 你现在有心动一点了吗 我思索了几秒 而后笑了出来 陆总 你太直白了 不过我确实心动了 空气逐渐变得暧昧 我始终看着陆琛 最后还是陆琛先移开了视线 我听见系统在嘲笑陆琛 头一次看见攻略者 对攻略对象动心了 陆琛 你真行 陆琛呵斥他 闭嘴 今天医院会给我检查结果 如果没有任何改变你就完了 系统闭嘴了 第二天上班 陆琛明显心情很好 看样子 系统确实实现了和陆琛的约定 但我对此有些疑惑 以前僵实问过系统能不能用钱 或者别的东西 买下系统的攻略奖励 但是系统明确说过 只有攻略成功才能发放奖励 提前发放属于违规行为 被检测到就会被抹杀 却被骗得团团转 不过我虽然可怜他 却不打算提醒他 一方面 他活在谎言里会比知道真相幸福 另一方面 我始终是个自私的人 在那天之后 我和陆琛的关系就产生了质的变化 我们之前是上下级 是师生 现在又成了情侣 一切都过度的很自然 白天一起工作 晚上一起睡觉 这样毫不掩饰的举动 马上就让别人察觉到了 我收到了来自陆琛母亲的邀请 这样的事情我已经经历过一遍 对这突如其来的会面 我丝毫没觉得意外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 怎么让利益最大化的准备 但没想到的是 陆母一见到我就 牵着我的手带我到沙发上坐下 下下呀 你和照片里一样漂亮 那小子真是的 这么好看的女朋友 也藏着掖着 都不带回家让我们看探 他说了很多夸我的话 我都客套的硬着 原本打好的副稿 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说到最后 他突然问我 下下 你和陆琛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他说这话时 脸上带着期待 也有着一丝心虚 而同时 我突然意识到 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 就是和陆琛结婚 我回答了陆母的问题 那要看阿琛怎么想 我们的对话 当天就传到了陆琛耳朵里 晚上 他就开门见山的问我 林夏 你想和我结婚吗 我很坦然直接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啊 我看着他 眼中爱意明显 你呢 你想和我结婚吗 陆琛没有马上回答 房间里突然变得很安静 但系统一就吵闹 你快答应啊 你还要攻略他呢 陆琛 你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好扭捏的 就算刚开始接近 他是别有目的 但结果是好的不就行了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见陆琛说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林夏 我们结婚吧 陆家开始筹备了起来 三个月后 婚礼举办了 结婚那天 谢敬来了 他由衷地祝福我新婚快乐 除他外 来的还有江家那些人 江石那表情像是 吞了苍蝇般难受 江母则和我套近乎 小夏呀 打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 你这孩子不一般 你看啊 你能走到这里 也由我出的一份力 以后陆家要是有什么项目 你可一定要在陆总面前 提我们几句 原本高傲的江母 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 但我很清楚 他会低头是因为陆琛 而不是因为我 但我相信 不久后的未来 让他低头的那个人会是我 和陆琛结婚后 我们过了相对长的一段安稳日子 他依旧利用自己的资源 让我变得更优秀 教我如何把资产翻倍 陆琛真的像系统所说的那样 对我动了心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 被人所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而作为回报 我对他的好感度 一点点低上升着 系统遵守着约定 一步步治愈着他 到现在 看报告几乎看不出 他有不治之症 可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也争不了 结婚的一年后 陆琛的身体变得无力 他开始逐渐衰弱了起来 可是医院每一次出去的报告 都在说一切正常 检查了三次后 陆琛终于意识到他被骗了 系统 你骗我 你怎么敢骗我 你只是篡改了检查结果 你根本没有遵守约定 我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早就和你说了 这么做是违规的 可你根本不听 系统 你违反合约 你完了 系统的声音变得惊恐 他甩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我还有办法 你攻略林下到百分之百 这样桥梁就可以构筑完成 等我吸取到林下的生命能量和气韵 我就可以治愈你了 听见系统这样说 陆琛的心声 在暴怒中带上一丝疑惑 你什么意思 他在和他对话了 他来到了书房 他冷不丁地向我开口 你爱我吗 我抬起头 巧笑奄然 哎呀 他继续问 你会全心全意 百分之百地爱我吗 林下 你会爱我爱到为了我去死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没有正面回答 我只是说 陆琛 你会像你说的那样来爱我吗 他沉默了 他知道了我的回答了 在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 陆琛消失了两天 我知道他是去特管局 要赶出系统 但回来的那天 陆琛的脸色很难看 他们失败了 又过了几天 一个很寻常的晚上 陆琛给了我一份离婚协议书 条件很优厚 他将他名下一半的财产都分给了我 我看着那份协议书 迟迟没有签字 我有些犹豫 我以为陆琛会想我一直陪他走下去 但没想到他会放我自由 他坐在对面 表情很平淡 林下 我教过你的 做事情永远不要拖泥带水 我看向他 你真的想离婚吗 他汗手 是的 我签下了字 就这样 我和陆琛离婚了 在陆母的不舍中 我搬出了陆宅 离开他以后 我伤心了一段时间 和陆琛相处了近两年 我真切的心动过 不过没多久 我就收拾好心情 投入到了创业中 这次创业依旧和细静一起 工作室的规模扩大 很快就转型成了公司 在人脉和经验的加持下 我们的公司在商业市场中 视如破竹 迅速展露了头角 很多人都想和我们合作 其中也包括姜母 和她合作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我还是在亮了 她一段时间后才答应 时间飞快地流逝着 成为行业新秀的第二年 我又听到了系统的新声 这次系统出现在了酒会上 大学生模样的适应生 不小心将酒 撒在了我的衣服上 他表面在和我道歉 心里却在和系统商量 怎么攻略我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次系统竟然选择了 一个弱势方来攻略我 他是想让我体会 征服男人的乐趣吗 但有趣之后 我就觉得系统很烦 现在的我 根本没有和他 玩攻略游戏的性质和时间 为了解决他们 在离开之前 我给了适应生一张房卡 她接过房卡的时候 表情有些屈辱 但眼神明显是兴奋的 可她也就只能兴奋这一会儿了 等到她去酒店 她就会发现 守在那里的不是我 而是特管局 特管局的反馈电话来得很快 林女士 我们已经成功玻璃出系统了 这个系统属于一个攻略局的组织 他们批量生产系统 投放到各个世界 执行攻略任务 只要成功 攻略对象 心情也不是很好 她承诺了一会儿 接着说了下去 林女士 感谢你的举报 有了她作为研究对象 我们就可以找到 抓捕别的系统的方法了 不用谢 这都是我该做的 对了 林女士 系统一直说要见你 你想见她吗 我不想见她 我和她没什么好聊的 一个失败者 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的欲望无穷无尽 在有限的时间里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在这之后 又过了几年 特管局成功解析了系统 抓捕回了许多骇人的系统 他们成功 我也成功 较之几年前 我的社会地位 又提升了一大截 许多电视台 杂志都想来采访我 我见了其中一个记者 他拿着笔记本 好奇地问我 林女士 您是怎么从当初的 贫民窟少女 蜕变成如今的商业女强人的 能不能说一下 您的成功秘诀 面对这个问题 我微微一笑 当然可以 这一切都要从那次放学说起 全文完